同学们大家好 那么在前面呢 我们已经对这个IP协议进行了一个简单的学习 我们知道这个IP协议它位于什么位置 以及知道这个IP协议它数据报文是怎么样的格式的 那么在本节课我们将进入这个IP协议的转发流程的学习 那么这节课呢属于这个IP协议的一个工作的过程 那么在学习之前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前面我们提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计算机A在对这个计算机B进行这个数据发送的时候呢 数据的路径可能是通过这个中型网络 大型网络中型网络以及小型网络来到这个计算机B的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把这个路径给抽取出来 并且把它压平 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计算机A到B呢 它是通过这个网络1路由器 网络2路由器网络3 在到达这个计算机B的 那么这个呢属于这个IP报纹 某一条链路的这么一个传输的过程 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需要学习一个概念 那么这个概念呢是关于这个转发的过程的 那么这个概念叫做逐跳 hop by hop 那么这个逐跳它是什么意思呢 它其实它的意思就是说计算机A它所发出的这个IP报纹呢 它是一跳一跳的来到这个计算机B的 它首先来到网络1 然后呢来到这个路由器 然后呢再跳到这个网络2 然后呢再跳到这个第二个路由器 然后呢再跳到这个网络3 然后呢再跳到这个终点计算机B 那么这个呢属于这个转发过程的这个逐跳的这么一个概念 那么了解了这个概念呢我们就可以进入本节课的一个学习了 本节课的内容呢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这个路由表的简介 第二个部分呢就是这个IP协议的转发流程 那么首先是第一个部分路由表 那么对于路由表呢我们在前面学习这个数据在路程的时候呢 我们也有一个表 那么这个表呢我们称之为是Mac地址表 那么这里面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这个Mac地址表它是怎么样工作的 在这里面对于这个网络图谱来说呢 如果说计算机A需要发送数据到这个计算机C呢 它首先通过网卡发出这个数据帧对吧 然后数据帧来到这个路由器 路由器取出前面六个字节 然后呢匹配这个Mac地址表 然后找到对应的网络接口 再通过这个网络接口把这个数据发送出去 那么这个是属于这个数据量层 它是怎么样去使用这个Mac地址表的 那么路由表呢其实也是类似的 路由表它工作在这个网络层 工作在这个IP协议 那么我们也可以对比的来看一下 这个Mac地址表 以及这个路由表 来理解这个路由表的一个形式 那么左边的呢 是这个Mac地址表 它主要有两列组成的 分别是这个Mac地址 以及这个硬件接口 对吧然后呢是这个路由表 那么路由表呢 它重点的信息呢 也是由两列组成的 分别有这个目的IP地址 以及下一条的IP地址 那么这个下一条呢 我们联想到我们刚才所介绍的这个逐条的这个概念 那么这个路由表所指示的信息呢 就是说到达这个目的IP地址 它下一条的地址是什么 比如说这里面到达IP地址1 它下一条的地址就是这个IP4 到达这个IP2的这个目的地址呢 它的下一条地址是这个IP5 那么这个就是路由表的一个形式 在这里面我们需要知道的是 这个计算机 以及这个路由器都拥有这个路由表 好的 了解了这个路由表之后呢 我们就来学习本节课第二个部分的内容 那么第二个部分呢 是这个IP协议的转发流程 那么这个转发流程这部分的内容呢 它是本节课重点的一个内容 这里面的转发流程将会使用到 刚才我们所学习的这个路由表的这个概念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先只看待这个网络层的这个转发流程 我们回到我们前面所提到这个问题的网络托谱 那么在这里面呢 A这个计算机呢 它需要跨设备把数据传输到这个计算机C 那么在前面呢 我们也知道了 仅有这个数据链路程 它是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的 因此呢 在这里面需要使用到网络层的知识 那么有了这个路由表 以及前面我们所学习的一些IP协议的内容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理解这里面的网络层 是怎么样进行这个发色备的传输的了 那么在这里面呢 首先第一步 A发出这个目的地为C的这个IP数据报 然后呢 它查询本地计算机的这个路由表 发现它的下一条为E 那么这个时候呢 A将会把这个数据报发送给E这个路由器 然后呢 这个E这个路由器 也查询本地的它自己的一个路由表 然后呢 它这个时候发现下一条为这个F 那么这个时候呢 路由器E将会把这个数据报 发送给这个F这个路由器 然后呢 F这个路由器 它也进行本地路由表的查询 那么它查询之后发现 目的的地址呢 就是它本地所连接的 因此呢 它直接的把这个数据报发送给C 以此完成这整一个数据传输的过程 这里面我们看到的是 这个路由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这里面 无论是这个A 还是E 还是这个F呢 都使用了这个路由表 都需要在这个路由表查询到 下一条的地址之后呢 才可以进行这个数据的传输 那么这个就是 只有这个网络层进行这个数据传输的时候的 一个简单的过程 这里面 我们可以知道这个路由表发挥的重要的作用 那么这个过程呢 是仅从这个网络层的层次 去看待这个转发的过程的 那么前面呢 我们已经学习了这个数据链路层的内容了 因此呢 在这里面 我们再结合这个网络层 以及数据链路层 来理解这么一个转发的过程 好的 还是这么一个托普 那么首先呢 A 对吧 A需要发送数据给C 那么他发出目的地为C的IP数据报 那么这个时候他查询路由表 发现下一条为E 那么这个时候呢 A把IP数据报交给本机的这个数据链路层协议 并且告知这个目的的麦克地址呢 为E 那么A这个数据链路层呢 接收到这个IP数据报之后呢 他就会封装成一个数据链 并且填充这个原麦克地址为A 以及这个目的的麦克地址为E 那么数据链路层 在接收到这个完整的数据链之后呢 就可以进行这个数据链路层的传输了 数据链路层通过物理层 把这个数据链从A传送到E 接着进行第二步 那么第二步呢 是从这个E传输到这个F的 那么E的数据链路层 接收到这个数据链 把真的数据交给E的网络层 那么刚才我们也知道了 在路由器里面 他所使用的最顶层的协议呢 就是这个网络层 那么因此呢 在这里面 E会把这个真数据交给这个网络层 然后呢 网络层查询这个路由表 发现这个IP数据的下一条为F 然后呢 E又会把这个数据报交给数据链路层 并且告知它的目的Mac地址呢 是F的Mac地址 那么这个时候 E的数据链路层 又会把这个IP数据报 重新的封装成这个数据链 并且发送数据 那么这里面的封装数据链呢 它会填充这个原Mac地址 以及目的Mac地址 那么这里面呢 这个Mac地址就发生变化了 原Mac地址呢 是E这个Mac地址的 目的Mac地址呢 将会是这个F的Mac地址的 然后进行第三步 那么第三步呢 就是这个F拿到这个数据链了 那么F拿到数据链呢 它也会把这个数据交给这个网络层 那么网络层呢 还会进行这个路由表的查询 发现下一条为C 因此呢 F又把这个数据交给了这个数据链路层 并且告知说 这个目的的Mac地址呢 为C 那么这个时候呢 F的数据链路层就知道了 目的的Mac地址是什么了 因此呢 它又会封装成一个新的数据帧 把原Mac地址 以及目的Mac地址都填充进去 并且发送出去 那么这样子呢 就完成了这个IP数据包 从计算机A 传送到计算机C的整一个过程 那么这个过程呢 是结合这个网络层 以及这个数据链路层来进行描述的 那么这个过程呢 也是需要同学们理解的 那么这里面呢 如果我们理解了这个整一个转发的过程的话 我们大概就理解这个数据链路层 以及网络层的一个作用了 那么在这个转发流程里面 不知道同学有没有留意到这么一个过程 就是每进行一跳的时候 这个数据链的Mac地址都会发生变化 包括这个目的的Mac地址 以及这个原Mac地址 但是呢 对于这个IP数据报 每一条这个IP地址呢 都是不变的 包括这个原IP地址 以及目的IP地址 都是没有发生变化的 那么这个呢 也是这个Mac地址 以及这个IP地址 最大的不一样的地方 这里面 每一条这个数据链的Mac地址 都发生了变化 但是呢 每一条这个IP地址呢 都没有发生变化 那么这个也是同学们需要注意的 好的 最后简单的来回顾本节课的主要内容 两个部分 那么第一个部分呢 是这个路由表的简介 那么路由表呢 是进行这个转发流程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 我们在理解了这个路由表的基础上呢 我们才可以理解这里面的转发流程 然后呢 第二个部分 IP协议的转发流程 那么在这个部分呢 我们从仅有这个网络程的角度 理解了这个转发流程 然后呢 结合了这个数据内容层 来理解这个IP协议的转发流程 那么以上呢 就是本节课所有的内容了 希望通过这一节课 同学们都能理解这个IP协议 IP数据报 还是怎么样进行这个数据的实际的转发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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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